看个韩剧看到夫妻感情失和 闹上了警察局 不过呢 看看这个韩剧 在台湾很多人都喜欢欣赏 不过呢 里面就是特别爱安排 什么外遇的剧情 而且收视率还特别高 原本是贤妻良猛的女主角 却发现丈夫与自己的好友外遇 因而展开复仇计划 这样的类似剧情 也在韩剧《大老婆的反击》里上演了 丈夫的背叛 让妻子不满自己付出太多 因而组成早扛之妻俱乐部 展开一连串的复仇 外遇展开复仇的韩剧剧情 在台湾创下了超高的收视率 大老婆的反击 在台湾的收视率最高达到1.8 收视人数达到43万2000人 而八点党妻子的诱惑 更是以4.59的超高收视率 打败一直以来 稳坐有线电视收视冠军宝座的 真情满天下 过于剧情让收视飙高 台湾的韩剧迷却也因此出现 生活作息连带受影响的社会事件 专属林玉姬台北报道